今天舞台2023官宣舞台推荐人 海豹中高宝贺的背景色和涂鸦形成强烈对比 搭配推荐人的表情特写给人一种超强的视觉冲击 看来舞台2023这次真的不走寻常路呀 好奇究竟有多特别的舞台 才能引得推荐人们表情失控感叹连连呢 不知道在创意总监王嘉尔 以及舞台推荐人周深 陈佳化Ella和黄岐山的带领之下 舞台歌手们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舞台呢 期待住了 请问一下姚涛 我是腾讯视频的记者 我姓刘 学生听见台枪 一脸疑惑 我想问一下你对你自己的舞台 你觉得十分的话你可以打几分呢 是初舞台吗 老师是初舞台吗 对初舞台 我觉得你应该要先称呼我为刘老师才比较礼貌吧 哦 什么 刘 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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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变结败了 刘老师 对啊然后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你对自己的初舞台十分你觉得多少分 忍不住解开一团 老师你是周深老师还是刘老师 我都说了我姓刘 你要回答我的问题啊 吓我一跳 如果出舞台的话 我觉得打七分吧 赶忙补充一下 刘老师 海豚 海豚海豚 好谢谢姚涛你可以坐下 好的谢谢刘老师 作为舞台推荐人的深深 也在微博分享了最难忘的舞台 是21年首灯春晚演唱的灯火里的中国 出道以来始终如一 高标准要求不断坚持热爱 才能带给我们无数的音乐作品 希望深深能像舞台2023官宣海豹一样 拥有天哪天哪天哪的惊喜和幸福 也像她说的一样 希望你也可以成为在舞台上幸福的人 能成为人生舞台幸福的人 期待在节目中对舞台歌手们的点评和指导 7月3号 周深和黄岐山 Ella 黄佳尔等 在青岛进行了舞台2023 二宫的第一天录制 现场生米们发的repo 节选一些好玩的小花絮 因为导师要从每一组选手中 选择出一个选手 有一组实在是太难选了 导师在进行讨论的时候 周深忍不住说了两次 我要退出情聊 然后有一组 周深好像真的是在难以抉择 黄麻干脆抓住周深的手 摁在其中一个选手名字上 而周深就乖乖配合着黄麻的动作 真的好像拿着猫猫爪在盖戳呀 简直是太可爱了 节目录制的剑戏 生米们一直大喊宝贝 周深就一直害羞的用手捂着脸 甚至摆手拒绝 黄麻直接拿起麦克风说 我替你们喊宝贝 生米们尖叫 周深就害羞的埋头 无地自容 黄麻还鼓励周深 放开朗点 勇敢的接受他们的爱 好像还说了一句妈妈在 周深对黄麻说 黄麻学好要三年 学坏只要三分钟 黄麻说 他们叫你宝贝 怎么能叫坏呢 后面在点评选手时 周深让黄麻先点评 黄麻接过话茬说 宝贝让我先说 依然是生动活泼 专业严谨 可爱有梗 温柔温暖的周导师 黄麻和Ella也都超喜爱她呀 你还记得第一个生米 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生米 因为我在之前 更早一点 在网上唱歌 那个时候他们叫布丁 第一个生米 在想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挺好玩的 我在想你们要取什么名字 我想叫的是深海鱼 反正有很多名字 他们叫深海鱼 深海鱼名字很好听 隔了一天 他们就在微博下面留说 我们不叫深海鱼了 我说为什么 他们摆录的深海鱼的照片 每一个都很丑 有考虑形象 对 考虑自己的颜值 我说好啊 那你们要叫什么 他们叫深井冰 神经病 我说诶 这名字也很好 然后就隔了第二天 我们不要叫深井冰了 他们也很作诶 你这个野字 他们又隔了一天 他们说他们不要叫深井冰 我说为什么 他们说他们难免有一天 会和别的粉丝 开始骂架的时候 然后别人就说 对 他们说你们就去深井冰 他们说 就没有什么语言群 没有什么语言 能够回击他们 就改名字 或说要叫生米吧 我觉得也挺好 因为我唱歌的一个小癖好 就是我唱歌之前 我一定要吃饭 米饭 要不然我会没有力气唱 你还真的刚刚在吃米饭 对 因为我一定要吃到米饭 所以就是刚好来说 他们又有个好听的名字 然后生米嘛 就是白 米都是白色的嘛 他们就是白铺美啦 都是你们啦 就什么好的都是你们啦 就对我来说 唱歌是很重要的事情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的确也是他们 支撑我去唱歌嘛 所以我觉得 特别的符合 所以我就要收 自外 恭喜周深 在6月27号到7月2号 微信指数连续6天破译 周深是拥有 抚慰人心的治愈之声 大气蓬勃的时代之声 为祖国而唱 为时代而歌 代表着光和希望 是接过历史接力棒的 新时代文艺工作者 周深是被央视认证的 顶流歌手 大气蓬勃的时代之声 唱响时代之歌 百遍声线 人间百里鸟 赖我的神 国民顶级大我口 实力流量 两手抓 出圈舞台 数不胜数 让我们一起 关注周深 关注时代之声 国民歌手吧 周深青岛音乐节 当地一家排档 与生理之间的故事 攻击加快排档 时间 生理之间的故事 或是 jej大我口 都应该 现在 和这 longtime 当地的故事 和我曾经 当地的故事 和这些故事 似乎一身 和这些故事 我在大夫 正中的故事 在大夫 政府出门 还有日本 和这个故事 和这些故事 路广景 丢离在一身旁 听说要越过前路风向 必须抵折空 这一个路广景 有你在身旁 要承认 要不忘忘 要勇往 心疯了 路广了 你还在等什么 回首了 再见了 别不想回头 伤心中的梦